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陈胜宇 谁 不管别人怎么说 谁 说什么 他把我说的 就是不会别人说谁是陈胜 他就是陈胜女 Manga的女人不是很有名吗 对啊 在八点档他还搭到片尾曲 他怎么会搭片那么低调 是啊 可能是不是硬的比较少 好啦 其实他长得很帅气 像我们的一个风水老师一样 对 就是以帅气来救帅气 没错 真的有才华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风水 为什么会让他出片这么的低调 嗯 来 欢迎阿畅哥老师 嗨 其实呢 这委屋二堂这样发的片喔 对 其实还是堪称时韵不济啊 对 为什么 因为在一对大咖歌手发片的情况下 对 对他来讲呢 他就是变得默默无稳了 而且呢 大鱼吃小鱼 然后吃掉了 对啊 所以大家抢着年底发片就是因为可以参加跨年啊 可以参加啊 对 商业啊 很多的活动配件 对 但结果呢 好像那个运不逢死喔 嗯 虽然有这个机会有这个贵的让他出片了 嗯 但是出片呢 他的那个效果还是没有那么好彰显 嗯 所以呢 今天他的风水格局呢 真的出了很大的状况 嗯 因为委托人呢 住到这个房子呢 其实他从小父母就在这个房子里面了 嗯 然后呢 很多的状况呢 例如说家里的长辈啊 健康啊 都一直不好 而且越住越姐姐败退喔 而且听说是不是爸爸也很能早就过世 所以记得他现在自己一个人要扛家计 对 扛家计 真的很辛苦 而且他也还算年轻耶 嗯 对啊 所以从小就辛苦到现在喔 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来拯救这一个房子 你今天看我看你喜欢唱吗 走 没有 我先离开 兜兜兜兜兜 我们是兜兜兜 兜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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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是智 幸福 虽然家庭遭逢巨变 但成熟懂事的她 不忘孝敬一手把她带大的奶奶 其实两人住在破旧的老房子 也甘之如矣 究竟今天老师要怎么帮助这对祖孙 未来的路走得更顺呢 这种地方都感觉很痛 对 它是很痛 它是上面的绝肤 所以我们常说要进去一个人家里 它的外面堂真的很重要 外面堂是她事业的前景 结果在这个地方 但是年代有一个旧远的感觉 然后墙壁都斑驳了 而且还有臂癌 而且我们这里是这样歪歪的 我没有讲歪的 家里有你叫什么 对 你叫我叫自己 因为是个框在歪的地方 对 因为它特地的结果 然后而且它 对啊 你看它门上根本就已经 完全没有密合 而且很矮 对啊 离民众造成一看 是啊 其实我们之前也很常讲过 大门就是一个家里的最重要的位置 而且你看我们都打工啊 都漏工 所以家里的好工 对啊 所以它的名声啊 地位啊 都会少影响 而且这门还没有确定 是啊 马上就被攻击了 对啊 哎 哎 哎 好 大家好 我是姓妹 来 先发 先发 好不容易啊 好不容易啊 小姓姓方有能撞坏啊 小姓姓姐谢谢 你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啊 她就是年老师修 你知道老师修比较不好 所以为什么不修 有赚了钱 大家就可以修了 来 贝正姐 谢谢 嗨 谢谢 贝正吉 韓老师 谢谢 谢谢 其实你应该要穿法吗 乌斑鞋前拿呢 就很办法 有道理 有道理 可是这个是他的理想啊 哦 好大 对啊 在梦想前面 这些 这些 不是 就是夾外、身外之士 所以這是你個人第一張專輯 對,我個人第一張專輯 哇,轉做得很有質感 對 那我們進去呢,還有一個更厲害的地方 真的嗎? 剩下的陽台嗎? 對 我覺得那個陽台很大耶 小心 哇塞,好近喔 超近的耶 它還有一個圓圖狀這樣子的 為什麼我覺得陽台歪歪的 我也覺得,這邊好像比較鞋 真的嗎? 他們家整個都剩歪一個 它就是一個很標準的斜斜屋 斜斜的陽台 對 完全是斜的 而且好像走進來的時候比較低 比較低 所以他們現在外面是前高 然後到進來陽台又厚低 就是一個前高厚低 代表什麼? 代表家暴重力重力 其實它門不對耶 所以它本身就歪耶 對,本身就歪耶 地氣不平 然後它們外面越小 你越比較低,你說會加暴重力 對,因為前高厚低嘛 那出去你就要很辛苦這樣跨出去 然後進來就好像踩空啊 落到線路的意思 老實說有 人其實小時候我們家裡的狀況還蠻好 然後就是我後來剩了一場病 現在10歲的時候 動了一個病條線的手術 它只是一個小手術而已 但是後來他就是那個醫生他可能比較兩光一點 他割到旁邊的血管 然後我出院之後他的血就一直低 一直低 然後出院大概一個多月就吐血 然後後來 你說你一個月的血都一直在低 一直在低 一個月 低一個月 然後後來就是 那不正常喔 通常有一個經期來超過幾個 對,我是連續一個月這樣子 低到一個月 然後後來吐血 對,吐血 就是有一天晚上就覺得 怎麼喉嚨有彈 然後可能把那個彈清出來之後發現 怎麼是血塊這樣子 就它裡面已經變得凝結了這樣子 然後吐出來之後就趕快送醫院 然後才知道說 啊,裡面兩條這樣 有割到什麼缺斷 對,被割斷 所以血一直在滲到身體裡面 對 那會不會是因為這樣子 變造作一個比較好的生活 有可能 有可能 就是打開進那個人入二脈的感覺 有耶 有耶 他有一個孩子耶 啊,當你的音有說 他怕的 你說怕的 你出骨 對啊 所以你後來 那跟你交到東國有什麼關係 就是 然後後來 就是變成是家裡狀況 他希望是去打這個官司 然後 父母算是為了這件事情 他算是請盡全力 然後後來就是 嗯 經濟狀況就開始 越來越往下 你是說到 就把家裡的錢都拿來 打到醫療的關係 對,要打算要告那個醫院這樣子 結果呢,這個官司 告輸了 對 因為對方 一定是他 因為他是一個比較大的醫院 對 之後我就變得是 父母他們就不再 做這個餐飲業 他就兩邊去各自做各自的工作 對 對,然後感情方面也是很不順 搬來這裡之後特別不順 然後搬來這裡大概三年吧 就離婚了 你那個官司打多久啊 那個官司其實打大概一年 可是你的花可以這麼輕易啊 然後那個時候還就是 我父母還就是想辦法要去找到一些那個民意代表 對 然後可是還是 還有上一個節目 當時的一個節目 所以可以說是因為這個官司 為了這個官司 錢花光的時候 春菜館開不下去嗎 對 哇 你的小事情就會影響到全家人 真的是 然後後來爸爸感情 你就不好就回來 對 好,我們今天就是來救救剩餘喔 其實這個風水隔絕了 當然希望把它改變之後 運氣會變更好 那首先要改變的地方的話 就是因為它是不是前高後低嘛 對 陽台其實整個是斜的 是 所以如果我說呢 你可以有 如果有經費的話 根本的解決就是說 你可以在這邊有沒有 墊一點木板 嗯 或是蠻放鬆的 像我們這句丫頭家 它把這個陽台有沒有墊 所以你至少要墊的跟外面一樣高 對 一樣平高 這樣你出去呢 你跟人家呢 可以騎頭式的併起 然後發展也不會少限制 因為你家的大門呢 跟這個陽台的門 落地窗都已經比別人還低了 所以呢 這樣出入都會有點委屈 嗯 所以把這個墊高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地位提升 那如果說愛與經費的關係 我們暫時呢 就是在這個地方呢 你可以鋪一個紅色的地毯 但是底下就要放 對,錢幣 三十六枚的十塊錢 三十六枚 對,把這個地氣補習 嗯 對,然後除了這個前高後低的化解完之後呢 還有就是你的陽台 嗯 一定要處理好 因為陽台這個地方呢 形成一個弱晴薩 因為呢 你看這個石牆呢 這個女兒牆 開到只有到這個西藏的地方 你這個都已經壞掉了 很危險 非常的低 它有一點往外斜 往外斜 所以真的是蠻危險的喔 那這個叫弱晴薩 弱晴薩意思就是說呢 其實呢 很容易上腳 做很多事情呢 或是工作上很容易白腳的意思 嗯 就是說前途抓不住 對,滑倒 那如果說這個化解方式呢 大概就是這個地方喔 對,那是皮膚漆漆的 皮膚漆的 對,常常在滑倒 是呀 頂管 常常就是會有一些這樣子的問題 這樣 然後像之前 其實我以前有參加過 星光大道 嗯 然後 然後 還有超級歌喉戰 真的喔 可是就是 我已經到面試也過了 然後也到攝影棚彩排了 然後 突然就是通告被人家撿掉 他就說啊 那攝影可不可以請你彩排再來 對,然後就 再也沒有 再也沒有 然後到後來是 隔了幾年之後 我去參加那個超級歌喉戰 就是跟館土PK的那個 對 那一次也是我覺得 比較印象深刻的一個 一個經歷啦 就是 我已經到現場 換好妝 已經要準備要錄影了 彩排就彩排完了 然後就說 當時製作單位就跟我講說 男生太多 蛤 然後你下臉 你把你砍掉喔 對 就是 你怎麼 你不會說 我可以戴假髮 我可以換算 你讓我唱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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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就是長髮 去金光大道的時候 就是長髮 以前就是個Rocker 那我把你分辨到男的 你是男歌手還是女歌手呢 所以我後來就想說 那... 既然長頭髮都... 沒時間 不流行 我就把它剪掉 然後剪了一個比較超的髮型 就去也是一樣的 結果這樣 那這個要裏光 好 好 我不是上歌手 現在都沒有了 老師那它這邊可以如何晃起來解決它這些衣服 不錯 其實這個我們講落井上 對 落井上來講的話呢 這個地方呢 剛好用鐵窗嘛 這個鐵欄杆 對 所以這個變成說有透光透風 你可以把它呢 用一個 例如說木板把它圍起來 那如果說不想用木板的話 就種一點綠色粉栽 高度跟腰一樣高的 然後種起來 讓它呢 這個氣不要想弱掉就沒問題了 你是想要到腰部就對了 它應該要把這整個鐵窗換掉 因為你的鐵窗看得出來很久 很久 然後其實老實說它鐵窗歪的耶 是 它腰還不見得這麼歪 對 其實它整個地基幹都不平啦 而且這個也是年久了喔 它年歲已經老了 我覺得你 我覺得你就可能花點小錢把它整個換掉 因為你這邊如果再放盆栽的話 其實很浪費這個態度 欸還是說你要擋那個 其實擋到這裡就可以啦 還是說你要盆栽可以擋那個高壓扇 其實呢 這個來講的話 他們家的陽台呢 光煞氣都很多了 所以這落井煞之外 我們看這個前面的前景啊 第一個高壓扇 電線桿的那邊 然後呢 在後面呢 又有一個藥罐煞 正對他們家的 正前面 對正前面 老師可以跟我解釋一下藥罐煞是 藥罐煞的話就是 水塔這個意思嘛 看起來像個藥罐這樣 是藥食不停 而且你不多罐耶 真的真的 後面還有兩罐 再後面還有兩罐 八罐呢 八個罐 我好多罐啊 八個罐了啊 八個罐了啊 我以前有 你上面有那個耶 九宮八卦 那那個是什麼 那九宮八卦不能 不是就可以擋了嗎 對 可是它九宮八卦呢 也因為煞氣太重的關係 年久也褪色了喔 對 因為它 它原本是很色彩鮮豔的 九宮八卦 因為本來是彩色 對 我以前有看過要先擺 它不是有 它已經掉了 它已經掉了 對啊 你要再換一個 它再換一個 是要放在這邊嗎 包正中間會更好 這邊嗎 對 你放到門走我就好 上面這邊 那九宮八卦 表示你之前 你們家長輩知道 可能 可能知道 對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 這褪色九宮八卦牌 他們現在身體還是很好 對 其實呢 九宮八卦如果覺得 它顏色褪去的話 你就要換新的 因為代表說它幫你承接了這個殺氣 也有一陣子 所以你把它再按一個新的話 我相信這個效果 還有 對 殺氣都可以退出 對啊 傾斜屋的效應實在太嚴重了 不僅財散家庭 還用陳正宇得不到表現的機會 最好把地板電瓶 才是最根本解決知道喔 好啦 那我們趕快進去看一下裡面 好 請進 裡面看得出來是 你們住自己 有歐非寫的 15年左右了 15年都沒變喔 對 都沒什麼大變化 哇 你們家好老實喔 歐非寫歐數 歐非寫歐數 歐非寫歐數我的啦 哇 15年了啦 你看就知道就是從小就是住在這裡 所以有很多的回憶 對 有玩具什麼都可以 真的真的 這個真的是已經很久沒看到了 我希望可以留給我的兒子啦 這個我也有 真的嗎 我是鬥士心史嗎 真的假的你以前玩那麼悶的東西喔 對啊 怎麼樣 萬能賣屍 這怎麼開 萬能賣屍啊 以前大家 來我示範一下 這個小學說超夯的 超夯的 對啊 哇 應該二十年沒打開 沒有啦 不會有蟑螂 你沒有玩過這個 沒有耶 怎麼會 以前玩過超Cashion的 你當然帶一點不一樣 沒有時尚人士才會知道 多時尚 他背著會不會太大一個了 沒關係 他就是潛水裝 好酷喔 你這些機器人 恐龍這些 好多 說你還有那個酷絲啦 對 有的是大隻的 而且還套版 哇塞 這些都是你自己 小時候玩的留下來是不是 對對對 啊這個也是嗎 對 那個時候想說 就六年級的時候 烹飪客後來就留下來 沒有啦 蠻可怕 那我說不出可能 你們家的 我很終於家要丟的東西 可是我不知道 既然你家 我覺得你家有一種 小叮噹 科學園區的感覺 就是那個斜斜屋 對 是斜斜屋 沒錯 那也用斜斜的了對不對 從原來就斜進來了 因為你家 我對這東西還蠻敏感 所以我容易頭暈 對 那時候我就在想說 到底是我的頭暈還是 底近是不穩 對 對 他整個房子都是斜的 而且他如果以前要才看的話呢 他斜的是門邊的位置 就左邊 對 對 有點像 他有兩隻斜的 超斜的 超斜的對不對 超斜的 然後就敲起來 對啊 對啊 好奇怪 那這樣會有什麼影響 老實講的話 就是第一個 地基不穩的話呢 從陽台看到交到周路了 然後從這邊的話呢 就家運很難提升 尤其是男主人 男生 而且我們一進門有沒有 發現這個梁呢 形成一個丁治梁 對 丁治梁就是人丁女善 不恐怖丁治梁 竟讓爸媽回不來了 新人歌手難出頭 房間扼殺 四五人氣 這進門呢 比較不容易得到貴人的幫助 因為是討喜 一錯再錯 真的 講述拼 你的人生有個錯嗎 沒有 像我最近剛發片 但是那個知名度 就是變成是說 很難去擴展 改完風雪之後 你一定會紅的喔 好 我現在買五十張了 好